明朝中期温州府有户人家姓唐 祖上是个郎中 医术非常高明悬浮 既是一辈子挣来的枕金 却全部散给了穷人 没给自家留下一分一毫 郎中死后 他儿子自知不是学医的料 于是弃医从文 习了乳业 虽说刻苦用功 是个宝学秀才 但时运不济 连考几场都名落孙山 心灰一冷之下 索性断了求功名的念头 收了几个乡村孩童教书度日 与他父亲一样 秀才也是个宅心人厚的老好人 学费别人给多少 他就收多少 若遇到那些家境特别困难的学生 他分文不取不说 还要从自己微薄的薪水里挤出 出几个铜板 周记一番 如此一来 他们家的日子过得 自然是异常倾苦 他妻子见读书无用 坚决不让儿子走父亲的老路 辛辛苦苦之不 砸了一点钱 等到儿子十八岁时 便把他送到永家县衙门里 去当了差 要说别的差人 那个在衙门不钻营训思 见人说人话 见鬼说鬼话 巴布的天天有诉讼纠纷 好借机榨取人家财物 个个捞得盆满钵满 可他却是个例外 处处寻规蹈矩不说 还时常劝人 西征免送 大事化小 小事化无 平息了事端没了 征送那里去牢游水 因此他在衙门干了许多年 家里依旧一品如洗 生活没有一点起色 这天上头派他下乡办事 刚走到山里 天上突然下起了瓢泼大雨 雨中又夹杂着冰雹 他慌忙中不慎衰落 在一个废弃的矿木穴中 当场晕了过去 衙门见他一去不回 便让人到他家中去问 那是他母亲已经去世 只有妻子王氏和十岁的儿子在家 见官府来人 只说不曾归来 心中隐隐有些不安 等公差回去复命后 母子二人出门养了几个林里 一同沿着他走的路去寻找 寻了几天 最后在废矿里找到时 人早已经被水泡的发炸 想来是他晕倒后 雨水将这里淹没 活活溺死在了 坑中 母子见了这副惨状 当场哭得死去活来 林里等他们止住了哭声 便出言劝慰道 人死不能复生 如今还是先把孩子父亲 弄出来 收敛了再做打算 说完一起动手 想把他从废矿里抬出来 谁知尸身被泡了几天 仗得厉害 尝试了几次都不能成功 众人只得停了手 当中一个老成歇的提议道 这是张元外家的旧矿 他家族上的尸骨 已经千层别出 料想是不要了的 何不去求他 不失于你也好 就地安葬了你丈夫 一来不伤尸身 二来也可省下一副棺木 没奈何 王氏只得领着儿子 来到张家元外问 起来意 那王氏是个女流之辈 不惯和人说长道短 欲言又止半天 最后还是一个字 也没说不出来 倒是他儿子 见母亲说不出话 便上前给元外行了礼 有条不紊地讲了来意 元外听了 便同他母子 一同到山中去查看 到了现场 见当真是这么一回事 起了侧隐之心 又见那孩子生得 眉清目秀 年纪虽小 说起话来 却头头是道 心中爱恋 于是对王氏道 我就把这地送给你家 晚点再让人替你 把这废荒气好 王氏听了 忙拉着儿子 一同跪下去败谢道 大恩大德 无以为报 我只有这个孩子 愿送到元外府上 但凭驱策使唤 快起来 我家里不缺人伺候 你这样倒叫 我心中难过 元外忙将他们扶起 看了看那孩子 又问道 令郎叫什么名字 可曾读书 王氏道 小儿叫唐浩林 家里穷 不曾送他上学 元外道 我见他聪明伶俐 不读书倒是可惜 这样吧 你回去后就送他去学堂 我出钱给他读 王氏道 承蒙元外一番美意 但他若不能留在府上服役 就要在家里吃饭 寒舍实在窘迫 还指望他平日里放些 从姜酒算来养家 若是进了学堂 我母子俩只怕是要三餐不计 元外道 不妨 你家一年吃多少米 用多少钱 都到我这里去就是了 王氏道 这则好相扰 元外道 就这样说定了 别埋没了孩子 此后 张元外果然让人 弃好了坟墓 又派人给母子 送去两吊钱 几斗米 还带话说 没了会再送来 过了十多天 张元外带了个家人 亲自送钱米到唐家 见只有王氏一个在屋里 问起昊林 才知已经送到 董先生那里读书去了 元外又躲到学堂中 见了先生 便问起那新来的学生如何 董先生笑道 我教了一辈子书 从未见过这么聪慧的孩子 在这里才读了几天 却抵得过别人 读几个月 元外听后更加欢喜 想了想 便对先生道 小弟有个女儿 名幻云梦 也是十岁 劳烦先生做法 将他许给这个学生 董先生应允了 到了傍晚 散学便同浩林 一同到了他家 见了王氏 说了园外的意思 王氏又惊又喜 有些惭愧地对先生道 起初王夫遭遇不测 就是园外帮忙安葬 如今家里一切用度 也都是他那里送来 我母子已经感激不尽 却为何又要把女儿 许给我孩儿 这让我们怎么担当得起 董先生道 这是园外见 令郎聪明异常 有心要扶持他 岂不可错过了 王氏思来想去 仍旧觉得 自家不敢高攀 始终不肯点头 董先生见状 次日指的亲自走了一趟 到张家见了园外 背恕唐家自残行贿 不敢应允之意 谁知园外态度坚决 又请先生带话给王氏 就说让他不必多虑 只管则日行聘应用 银两全都由张家送去 如此一来 王氏也不好再推辞 自此 唐浩琳就做了张家女婿 园外也越发照顾他母子俩 每天派人送钱送你 又拿银子给他买书 又送筹券 与他们做衣服 光阴似箭 岁月如梭 一晃唐浩琳 已经十六岁了 虽然进学堂晚了些 但他天资聪慧 又加上奋发图强 强客苦用功 所以做出的文章字字朱鸡 人人见了都要称赞一番 园外听了 心里也暗暗高兴 那年正要献考 正指望他入判 谁知王氏却生起病来 一了一段时间不见好转 最后竟两腿一灯压了气 唐浩琳哭了一场 园外帮着他料理了后事 因这一场变故耽搁了腹 园外担心他一个在家无人照看 要与他玩音 可又觉得时机不对 只得打消了这个念头 却说呢云梦已长大 听人说起未婚夫的父亲生前 只是个县衙里的差异 家里又穷的叮当响 不由心生嫌弃 抱怨父母把他错去了人 日在爹娘面前使性子 园外夫妇这才晓得他心中不愿 但谁都知道唐浩琳是自家女婿 当初又是自己执意要结亲 如今怎好随意毁婚 故此辨认由他闹 只当看不见听不着 眨眼又是三年 浩琳扶满 园外去和董先生商议 要给浩琳和女儿完婚 先生转头给浩琳说了 当下择定了几日 到了大喜那一天 唐浩琳打扮得整整齐齐 来到张家亲营店宴礼璧 宾向一面请新郎用茶 以免让人抬进采鱼花轿来请新娘子上轿 谁知那云梦却在里头一把鼻涕一把泪 说什么也不肯梳妆更衣 园外借新郎等得焦躁起来 忙上前请他稍坐 自己则走到里屋去劝女儿 千言万语 苦口婆心 云梦只当听不见 一个劲儿地撒泼打滚 园外不耐烦起来 用狠话来吓得 谁知他哭闹得更凶了 正没处理会却又见家人进来传话道 新郎要起身份 园外只得走出去 推说还在梳妆 请新郎再等片刻 随即又走到里面来劝女儿 依旧大哭大闹 始终不听 少停 外面又来催 只得再走出来 叫家人想方设法缓住新郎 如此两头跑了几次 被折腾得焦头烂额 外边也 催得越来越紧 看女儿却全没有点头的意思 弄得园外无计可施 爹坐在椅子长须短探 却说园外还有个小女儿叫云书 在一旁见老父亲这般光景 心中十分不忍 走去劝云梦道 姐姐 你看 父亲都急成这样了 亏你过意的去 怎料云梦一听 勃然大怒 道 你这丫头说得倒好听 一个穷酸小子 你怎么不去嫁 云书道 父亲不曾把妹子许给唐家郎君 倘若是把妹子许了她 何须你来说 园外夫妇在一旁听了姐妹的话 悄悄商议道 不如就让云书替代姐姐出嫁吧 于是就问她的意思 云书道 娘要孩儿去 就是嫁给乞丐也绝不推脱 况且 我见唐家郎君人品端正 又有才华 怎见得她就没有出头之日 夫妇大喜 当即让云书打扮起来 出厅声叫而去 她姐妹二人年纪 只差一岁 但姐姐云梦生得非常漂亮 妹妹云书脸上 却有一大块红疤 当晚洞房花竹时 浩林接去了红盖头 当场被吓了一跳 心中便有少许不快 只因自己受张家恩重 婚后又见云书性情温和 心中的不快便也慢慢散去 倒也十分疼爱妻子 即至后来又听闻袁婷的是她姐姐 只因纳云梦贤 唐家平 见死活不肯驾驶云书替代的 心里便于佳境的 过不多时 浩林英氏入了学 转眼就是科长 云书帮丈夫收拾好行李 夫妻挥类化别 浩林取路往杭州去了 不一日来到钱塘江头上得爱 天色已晚 来不及入城 赞头在江边一家饭店卸素 那店主人问了姓名 习惯脸上露出一抹喜色 对浩林十二分的款待 弄得她满心疑惑 到了次日 浩林要进城去 店主人百般挽留到 烤漆上远秀才入城 也是要住店的 何不就在小店多住几日 等林烤了再入城 这边将近雅致 又没有成立 喧闹岂不是更好 温书 见他说得在理 浩林便继续住了下来 那店主人却日日送来大鱼大肉 浩推辞道 我是个穷秀才 带得盘费有限 你这般接待 来日算起账来 却叫我怎么付得起 还请送些随茶粥饭吧 店主人笑笑 却不回他话 浩林好生狐疑 猜不出他是什么意思 到了第二天 仍旧盛情款待不说 反倒又添上些山珍海味 浩林越发不安 便又问店主人道 你这般待我到底是为何 实话对我说了 也叫我吃得下 店主人道 秀才回去之日 小可自会说明原委 但求秀才安心住下去 不是了 见他只是不肯说 浩林无奈 又想自己只是个穷秀才 甚无常物 难道还怕他有所图谋不成 过的几日 考期将近 浩林便收拾行李 进城来和店主人算账 店主人却道 这账不必算了 秀才只管进城去吧 浩林怎肯白吃白住 坚持要算店主人只是白手 浩林只得取出零行时 岳母给他的十两银子 递给店主人道 你既然不肯算账 那就先收了这十两银子 等我考完再来找钱吧 店主人依旧不肯接 浩林道 账你不肯算 银子也不肯收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你倒是与我说说 主人想了想 领着他来到一间书房 把门关上后 扑通一声 跪在浩林跟前 慌得他连忙将其扶起 道 这是什么意思 店主人道 秀才有所不知 这隔壁有座官帝庙 向来最是灵验 秀才未到前一夜 小可就做了一个梦 梦中官帝老爷对小可说 第二天有个温州秀才要来 某姓某名是金科界员 将来是要做到宰相的 官帝老爷还说 我家日后有难 全仰仗这个秀才搭救 叫我不可怠慢 因此小可才略表心意 怎敢收你的饭钱 浩林道 话虽如此 但一场梦 怎能当真 这饭钱还是收着吧 店主人哪里 肯要白白守道 起初我也不是狠信的 可那天秀才 一道问起姓名习惯 竟与梦中不差分毫 要说这不是神灵险胜 怎么也说不过去了 简单坚持 浩林知得到了血 说声叨扰便告辞进程 出了店门 心中不由暗想到 他这梦要是能成真就好了 欣喜片刻 脸上又露出一丝为难之色 自存道 若果真做了宰相 我那妻子脸上的红疤 岂不是要惹童聊笑话 这可如何是好 无妨 到时候只把他关起来 不准出来见人 另取个美妾来掩人耳目 就谎称是夫人便是了 心里这么想着 人已经进了城 寻了个寓所住下 等三场拷币 他满以为自己必然高中 故此要等发榜后 卉卉老师竟不打算归家 谁只守到榜发 兴冲冲跑去看 从第一名看到最后一名 却不见有自己的名字 起初还以为是眼花了 一连看了几遍 仍旧没有好声扫兴 垂头丧气 回到寓所 收拾行李 出了城 也不好意思从那店门经过 绕到来到江边 搭船回温州去了 到了家中 云叔问道 你怎么今日才回 叫我好声挂念 号灵便将店主人 梦到他中介员 考完在那里等 发榜的事说了一遍 云叔安慰了他几句 又道 父亲天天来家里盼着你回来 不知什么缘故 今天反倒没来 你快去走一趟 省得二老计划 好灵依然来到丈人家里 却见张家张灯结彩 十分热闹 听人说了 才晓得云梦后来 嫁给了本城的汪自喜 他爹是开当铺的 这倒是碎了他的院 做了有钱人家的夫人 今日这么大排场 便是他夫妇回门 要说唐家里这里不远 怎么姐姐回门 妹妹却不知道 原来早前云梦出嫁时 在妹妹面前 极力夸赞的汪家 又贬低他丈夫 那云叔是有骨气的 当即拂袖而去 园外晓得姐妹有隔阂 因此连日去云叔家里 却不提云梦回门的是 浩林来看望二老 园外夫妇大喜 许了寒温 便领着他去和汪家女婿相见 俗话说 不是一家人 不计一家门 云梦那般七五穷人 这帮自己自然也是一样的势力眼 见浩林是个穷秀才 便开始装腔做事 浩林出于礼节 和他攀谈了几句 谁知他却一副爱理不理的表情 浩林也是有傲气的 见他这般模样 当即闭了口 酒也不吃 便和二老辞别 原外见挽留不住 只得游他去了 到家与妻子说了那连金 怎样自大 怎样目中无人 最后愤愤不平道 可恨天下有这般是夫妻人的 云书劝道 天下这种人多的是 夫君何必理会 只要自己用心 公书有朝一日发达了 他倒要来奉承你的 浩林点点头 此后越发刻骨 转眼又是一年光景 恰逢天顺皇帝复辟 有止开课 浩林便又收拾行李 到杭州参加相试 到了前堂江头 想起去年城内店主人后代 不曾收自己半个饭钱 如今身边带有温州土产 何不拿去谢他 上了岸 到了店里 主人一见他 顿时眉开眼笑 道 秀才来了 快 里面请迎着他进去 寒暄了几句 浩林拿出土产 送上店主人置了谢 欣然收下 闲话了一会儿 浩林忍不住问道 你去年梦见 官帝说我该中介员 不知为何静不灵验 店主人道 小可也正要问秀才 去年我给了说了那番话后 你可曾在心里 嫌比尊夫人冒仇 打算取借吗 浩林当即愣住 拜赏才道 我也就是心里想了想 你如何晓得的 店主人道 可见官帝老爷灵验着呢 实话与你说吧 去年小可送秀才出门后 当夜就梦到官帝老爷 对我说 秀才结缘都还未曾中 便开始增弦 发气冒仇 要想那些心地不好 已在榜上除名 不过官帝老爷又说了 念在你家祖上 几代积德行善 再给你个 机会让小可 劝秀才做速改悔 得了这个梦后 次日一早 我便入城去寻你 却始终没有寻到 回来后又生了一场大病 直到今春才能下床 秀才倘若赶紧悔改 这番定然要金榜提名的了 好林听后惭愧不已 便让殿主人领着到那官帝庙中去 跪在神像前忏悔道 弟子愚昧 从今以后适当改过自新 不敢起这薄姓念头了 像去年一样 主人又极力挽留他住在殿里 好林不肯拜谢后辞别 来到城中 寻了寓所住下 等三场考完 出城来和店主人辞行 当即就要启程回温州 店主人道 金番定然高中 怎么反倒要急着归家 说完不由分说拉住他 定要留他在店里等发榜 好林因他去年日日盛情款待 心中很是不安 怎肯住下来 店主人道 若是秀才怕我破费 此后便以家常便饭相待 如何 好林推脱不过 指的住下等到放榜 果然众了解员 好林喜不自胜 那店主人也高兴地手舞足蹈 却说温州府文峰 素来平常没出过什么耀眼的人才 没曾想这回却得了个借员 府官县官面上也有光彩 得了报就来唐家道喜 却听云书说丈夫还不曾归来 当即便派了四名 差一出境去迎接 那日在路上遇着了 留下三人陪着赶路 另一个非报入城 好林到了家门口 府县官早已开道来 千阳丹九与他接风 好不热闹 等送走这些官老爷 好林才到闲进礼屋 去见妻子 谁知一只脚刚踏进去 就缩了回来 只见那屋里坐着个 娇滴滴的美艳女子 一头乌发如云 眉目如画 正满脸带笑地看着她 好林大惊 揉了揉眼睛 问道你是何人 为何在此 我娘子呢 那女子站起身来 称怪道 夫君出门几日 连自家娘子都不认得了吗 听她这么说 好林细细打量 才发现她眉目神态 都和自己妻子没什么两样 只是脸上的红疤却不见了 当下又惊又喜 忙问是怎么回事 云书道 你走后不久 有天奴家身体不适 于是便早早睡下 蒙蒙隆隆地 见到一个赤面长须的将军 身后还跟着一个黑脸大汉 手里拿着大刀 也不说话 递给我一颗药丸 让我扶下 醒来后 我就觉得脸上发痒 那红疤一片片的脱落 过的几天再一照镜子 就成现在这个模样了 好林听完 当即明白是官帝老爷显胜 心中暗暗助导一番 随后带着妻子 去拜望丈人丈母 没曾想云梦夫妇也在 原来是汪家罪 不仅遭了大火 那当铺被烧了个一干二净 如今连落脚的地方都没有 园外看不过眼 指的将他们接了回来 二人合见了昊林夫妇 只是哭丧着脸 在没有先前那番嚣张起言 倒是昊林两口子 仍旧有理有结 不做出那心贵的模样来 底下那些家扑奴婢 却都在背地里议论纷纷 有的说大小姐没福分 有眼无珠 贤贫爱妇 把个借原夫人送给了别人 有的 导王借原真是双血临门 中了举人回来 二小姐脸上的红疤也没了 如今倒是比大小姐漂亮了许多 这些话传到了云梦耳朵里 羞得她满脸发烫 恨不得地上 有个洞好钻 进去避一避 到了年底 浩林上京会士 次年春榜发 她又中了进士殿士 做了金殿传卢 亲受汉林院官下 随后 差人回乡接了妻子进京 此后果真官运亨通 一直做到了宰相 云书也封了一品告命夫人 虽然为高权重 浩林却时刻不忘自己的出身 事事为民着想 为官清正廉洁 刚正不恶 身受百姓爱戴 被称为一代良相 那前唐江的殿主人 也在多年后进京求见 声称父亲遭人诬陷 被吓到死牢 全家都被牵连 浩林念旧情 替他修书一书 责令当地官府重审 后经查明 其中果然有冤屈 乃是他人蓄意诬告 殿主人父亲被无罪释放 再说云梦夫妇 那汪字喜本是个顽固子弟 没什么本事不说 又豪赌成性 以前仗着自家 有几个钱 时常在赌场一致千金 如今一穷二百 自己都借助在账 人家却依旧本性难改 乘日往赌场里钻 手里没银子 就偷让人家里的东西去卖 园外发现后告诫了几次 谁知他却死不悔改 忍无可忍 园外将他赶出家门 自此以后 那汪字喜便在外面 干一些偷磨拐骗的勾当 最后被人打死在了荒山野庙 云梦见 丈夫不争气 而妹妹一家却成了精忠权贵 心里又赌又恨 再加上下 人们也笑他 不时当着他的面 说些风凉话 自觉无言 待在娘家 索性出家做了尼姑 后来 园外夫妇年龄越来越大 浩林和云梦时常挂忌 于是派人将二老接到京城 安顿在身边 好替他们养老送终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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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